欢迎《沙太游点新闻》和《屈基TV》联合制作的 《世界事美话不关香港事》 大家好,我是Dr. Raymond 郑克坤 大家好,我是白横基 大家好,我是吴俊瑜,大宇 大宇,今星期有什么新闻? 今星期中国政府据报要求国有企业 逐渐停用Big Four 即是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要求他们在合约到期后不要续约 以维护数据的安全 奇怪,大宇,我听到很多都说Big Four 听到你不用我,那我出去开另一家 改另一个名字,那就搞定了 你不用这个名字而已 究竟这件事是制度问题,还是不用那些公司呢? 我自己个人觉得不是不用Big Four 那么简单,应该是制度问题 他不想用美式会计制度 大家都知道,之前那段时间 我们也说很多国内的一些大公司 去美国上市,都被他逼回头 因为制度问题,会计制度问题 所以现在不用他们 当然是制度,还是公司问题 我觉得真的可以想想想 如果按照报道所说的 就是维护数据安全 我估计应该是想避开美国的长臂馆 因为美国现在可以运用自己国内的一些国家安全法例 或者是上市的条例 其实可以授权到相关的机构 去调查这些会计师所掌握会计最原始的数据 这些数据可能会做什么呢? 可能会涉及一些国家安全的资料 例如是什么呢? 例如大家出行的纪录 就像滴滴出行那样 知道这辆车去到哪里 这些原始数据其实是有的 还有就是一些粮食储备 或者石油储备 还有稀土等等 这些战略相关的数据 为了避免美国未来可能会实施的长臂管车 所以减低对big 4的依赖是有必须的 就不要把那么多粒蛋放在同一个栏里面 教授啊 但是商业方面好像很大翻天覆地的改变 对不对? 大宇刚才说的 国安的需要我觉得是什么呢? 就是这是一个迟来的觉醒 因为当中美博弈已经清清楚了 讲到很清楚的时候 就应该有这样的行动了 因为为什么? 很简单的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 它本身能够对付你的时候 是不择手段的 不择手段 任何能够用到的资源 它都会做的 这个我完全同意国安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次国家决定这件事 我也是必须应该要做的 但是如果从一个商业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有一个影响真的极为深远 因为为什么呢? 究竟这些会计的制度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讲来讲去 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就是要建立的信任 真实 以及公平公正 这个就是 因为有什么原因呢? 才能够令到 这个Big Four 完全垄断了这个市场 其实你很多很多小的会计公司 但问题是小的会计公司 你没有了那个信任 就是那个品牌很重要的 所以你看到为什么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影响很深 为什么你看到 绝大部分大的公司 都走光了 全部去光顺这些 Big Four 就是这个原因 如果这个Big Four 全部掌握了最大的企业的时候 就是告诉你 如果是根据他们本身的总部 就是在美国 所以如果美国用长臂本核的话 一定会令到 我要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都可以 好了 针对在哪里呢? 尤其会是一些特别是很关键的企业 比如好像这个稀土 或者是一些科技的公司 那你想想 你给了资料 你都不知道的 而那些是真的 真的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 那这个是完全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 如果这个政策一直落实的话 于是你说 中国这个Big Four的生意 就一定会收缩的 收缩就会影响 很多人的那种的职业 你想想 就是因为这个会计的需求 过去几十年来说 是非常之恩切的 但是问题 如果你本身 就是如果真的这样收缩的时候 这帮人去哪里呢? 是吧 比如上次你说 可以用第二间公司出来 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未必那么快建立了个信任 品牌不在那里 好了 如果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 如果要将那样转的 很可能要用的方法是什么呢? 你要讲诚信 不如这样 就切立国企的 就是国家拥有的会计的私留 这些就变成了 应该可以慢慢代替到Big Four 但是关键就是这样 其实所有的 尤其我所说的 因为信任 真实 公平公正 喂 这些全部都是很抽象的 关键就是管理层那里 如果管理层根本是不承讯的 是不是? 行了行了行了 没有所谓了 所以在这个过去都是 很多假象出现 就算是Big Four的手下都是这样的 整个制度是非常紧要的 好了 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够在中国里面 建立到这样的一个系统 能够代替Big Four 就很关键了 如果不是的话 你整个整个商业系统 就会崩溃的了 因为为什么? 这个问题老实说 策略是对的 但实践的时候 是非常艰巨的一个工作 我相信它可能比这个 数黑反贪更加艰巨的 因为里面牵涉到 很多很多细节的 经验技术的问题 但我相信 中国现在的会计人才 是相当多的 应该是能够逐步做到这件事 但这方面我觉得方向是正确的 没错 白教授 我觉得它说得非常对 因为不能够短时间内 取代Big Four在国内 甚至香港的业务 如果我们参考中国注册 会计师协会公布 2021年Big Four在内地 总共有206亿人民币的营业额 而当中我们看看 整体100强的企业里面 会计市场有多大 只有661亿 即是说单单是Big Four 已经占据了31% 如果要短时间内释放 这31%的市场借用出来 市场就要有其他的 会计师事务所 是可以接到的 这是短时间很难做到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 以往的一些 会计师签的合约 是4-7年 你会有一段时间 选择一个buffer去缓冲 找一间大的公司 或者几间大的公司去承接 但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我们有很多的 Big Four在香港聘请一些人手 然后回到内地 去做一个审计的工作 现在既然不能够用Big Four 那这班人的审计怎么办呢 所以长远我觉得香港自身 都需要有些大的会计师事务所 去参与相关的工作 培养更加多个人才才到 是的 大宇 其实我第一个反应 就是听到这宗新闻的时候 我就在想 说真的 为何我们要找Big Four 去做一盘数 有可能就是这些公司 需要上市融资 要找个学教授 说是信得过的 签下去 哇 会有人看这盘数 但是其实美国作为一个 融资大国 他们其中一个最大的产品 其实当它慢慢走下坡的时候 这个融资功能 可能都慢慢被其他地方取代 其实这个是合理的 你还要用Big Four做什么 如果你就是去第二道融资 例如我举个例子 你去阿布达比 或者你去涂拜 可能他们又会用另外一套东西 今天是不是他们在用Big Four 如果他们转 那我们是否跟着转 其实某程度上 我觉得这个新闻给我的感觉 就是美国作为一个全球融资的 第一的大阿哥 其实有些动摇 要不然人家不会移动你下面的Big Four 因为Big Four就是帮他们找生意 其实主要的来源是因为 你看到美国都已经说明了 你看到在过去那几年 基本上很多人已经针对 我们中国的企业在美国上市 他差不多已经看到 很多的步骤 一步步想赶你这班人出去 你想想我们当时 为什么要用Big Four呢 就是因为希望能够可以 接軌这个世界的市场 尤其去美国上市会方便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他们不承认 既然你现在开始慢慢针对我们 我还用到你Big Four去做什么 所以这个很正常的一个策略 还有重要的 能够可以越早脱离越好 因为你看到现在中美博弈 不是单单这个所谓的经济 军事和其他东西 而是什么 是一个全面性的封锁 就是说给你听 差不多已经到了一个地步 已经逐步全面脱勾 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如果这样的情况仍然是偶断撕裂 还要靠它的话 你必然会出事 所以这个策略 我完全赞成大宇所说 我们要尽快决定这个政策 是应该要实行的 但是也要慢慢做 但是慢慢做 主要是我们这个技术 和整个系统要建立 但是这个慢得来 都不能太慢 因为现在中美博弈 是未能够可以得出胜负 在这个情况之下 更加要加快这个进程 是的 教授 其实现在看到有很多美国的投资者 他们都选择不要ADR 走来香港买本地的 即同一间公司香港上市的股票 其实那个势头是看到 是变着 吹着过来的 还有你想想 这些所谓投资者是什么 在哪里有钱赚的 为什么他又建立了这些系统 而且在美国那里 上市和其他所有的 可以能够赚到钱 既然现在美国 大家也看到了 东升西过 美国是慢慢衰落的时候 那就不是投资那里 那于是怎样 你看到如果我们中国 整个的经济慢慢上升的时候 所以他来投资我们 这样的时候就怎样 轮到他们 要跟着我们的规矩 所以我们现在真正要建立 我们自己整个的系统 能够可以令到 外面的投资 投资到我们中国的企业 因为中国的企业 那个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相对之下的时候就变成了 两个系统 一个起一个跌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九月美国的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仅称就是PCAOB 对中概的股就开始审查了 自从那时开始 大概有六十间 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国企和民企 就更换了会计师 包括房地产公司 阮阳等等的附属公司 到目前为止 超过二百间的中国企业 是在美国上市的 如果这些公司 他们的审计资料 如果是三年 未得到委员会批准的话 于是就可能会拆牌 其实他现在想用责牌来威胁你 你不要踢这个Big Four出去 这个很重要的 但其实是他们自己 在持有收缩的政策 于是令到我们中国企业 其实已经开了警号 我们怎样退市 或者怎样 因为很明显示他们想 赶紧我们出去 来整个投资市场 如果这样的话 变成我们这边建立的系统 是非常关键的 没错 白教授 其实这次和会计相关的新闻 或者安排 已经不是首次出现了 对上一年 就着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 中美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 就是你那些审计的过程 你不一定要在美国进行 你可以来香港做 那中方人员就有权决定 到底提供些什麽的会计 原始数据给他们 然后在香港完成了那个审计之后 就再加回去给美国 那首批的企业已经在进行 那将来陆陆陆陆陆陆陆有其他第二批次 第二批次的三批次的审计工作会展开 所以今次的一个报导是针对国企而已 而不是在全部中国企业 只会释放了一部分 BIG4的市場佔有出來 另外一些中國企業 即不是國企都可以依然採用 BIG4的會計和審計服務 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國企才是美國最針對的 這些企業對中國的發展是最關鍵的 所以特別是一些敏感的行業 他們會特別關注得緊 所以我相信現在國家的考慮就是這一方面 其實教授說我聽你這樣說完之後 我回想起一件FBI查案的方法 其實在美國和我們內地有一點分別 其實我們內地是先進過美國的 在交通網絡上面 所以大家拿著一張類似百特空的卡 基本上你去哪裡都可以 也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人的流動很容易找到 但在外國不是 在外國你要找一個跨越幾個州不同 去逃走的犯 那你找他的方法是什麼呢 FBI很流行做的一個做法 就是去看 譬如今次在這間屋找到他 他在垃圾桶裡面 他所賣的東西 他做過些什麼 去那邊的資產市場 他用這些東西去找他出來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因就是因為 很簡單好像六合彩一樣 49個號碼 你找六個出來 香港也可能沒有人中 那你想像一下 在這間屋市場裡面 有千幾二千件 甚至過萬件產品 收拾十件出來 是多難會中呢 換句話說 只要我知道這個圖案 這個模式 就另一個人在某個省某個州 同樣去買這些東西 我就知道這個人 原來去那個省 去那個州 其實是一個 在國家安全角度 或者追捕逃犯角度 是一個很好的用途 而在會計裏面 就是做這些voucher 這些簡單的單 正正借了所有這些東西 director的消費 他們的開銷 就會暴露出他們所有的行蹤 如果是一個國企的話 假設他們這些開銷的 所有的消費 平時去吃飯 吃東西 所有的單據 其實都是暴露行蹤的方法 亦都因為可以找到這些資料 是可以將每一個這些官員 或者這些每一個人的人 的人切鎖定 舉個例 之前大家還記得 在2013、2014的時候 中國是說 是追捕一個 即是國家要追捕的 一個漏稅的逃犯 去到瑞典 你想想 多難要找一個人出來 但如果有這個方法的話 他去到那裡買什麼 你立刻就已經知道 你可以用他的人切 去估計他帶他去哪裡 全世界的追捕變得更容易 那就是說 對美國來說 這個不是單止場地管轄 而是所有地方都可以管轄 雖然說是70億人 但我們每一個人做事 都基本上是獨一無二的 等於是你一個生活上的子民一樣 如果我有了這個生活子民 我可以追捕你任何一個 政府機關裡面任何一個首長 其實如果我用這個角度去看 這件事其實都幾恐怖 不過從你一個角度看 其實現在整個會計制度 其實我覺得都開始慢慢千瘡百孔 因為你想想 原本那個會計制度 就是真是一個專業的 是不是 你看到現在無論是假象 甚至是美國的情況 都會出現一件事 究竟現在這個會計公司的誠信是有多高 中間如果你要做假數 絕對是有可能的 即是當整個社會的 道德和原則慢慢下降的時候 我覺得這些專業操守 一樣會慢慢下降 這個我覺得是整個會計的行業 和那個制度最大的危機 教授你就是用一個商業角度去看這件事 我比較差一點的 我就是用一個政治角度 或者一個政治操作的角度去看 你想像一下不單是官員 連你的子女在外面生活都會被他找到 你想像一下這樣做法的話 分分鐘是一個外國希望抽你後腳的方法 因為中美博也說明刀明槍就好 但桌底的東西真的多得不得了 我想這樣的政策影響香港其實都很深遠 其中一件事你看到 差不多現在所有在香港讀會計的年青人 基本上都是想入Big Four 當然Big Four是一個少林寺 學了很多系統之類 但亦都告訴大家 這個神話要逐漸打破 亦都可以讓民間的力量會多些出來 其實反而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無論是教育和培訓整個過程之中 一定要告訴你究竟會計是用來做什麼的 現在最重要是培養人的誠信 因為如果你真的沒有誠信 在這個會計界裡面 其實根本就已經出現了極大的一個漏洞和問題出現 但問題是年青人是否買這一套呢 就另一回事了 因為為什麼 很簡單 現在人們都是以一個利益為主 正如Doryman所說的 探戶無所謂 和希黎之類很容易出現 會計和法律就是不想這些東西出現 所以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整個社會的氣氛 和管治是有關係的 亦都是這樣的原因 所以我們香港的教育 應該真真正正在道德和操守方面要多些功夫 就不是只顧著賺錢之類 這個是其實整個社會走下坡的關鍵在這裏 所以你要將這個會計行業提升它的話 就要做這件事 而也可以告訴你 西方的Big Four這些東西是它有一個好的制度 但是它不是百分之百 就是要對的 因為它也有很多古靈精怪 所以為什麼我們中國的策略 就告訴你現在我們不用Big Four了 為什麼呢 因為後面有很多古靈精怪的陰謀論 是不是呢 因為你美國公司 而在中美博弈之中 就完全能夠影響到整個行業 和將來的發展 還有我預計香港未來的會計師事務所 將會有很多事情做 因為它要轉身公司 我們大家理解的轉身公司 就不是說我今年轉了A這間公司 A這間公司跟我做今年的數 其實不是的 一轉換了由B到A的話 A公司要審計過往的兩年的數據 然後它才可以承接到今年的審計業務 所以其實不只是做一年的事 可能要做三年的事 所以接下來我們香港的會計師事務所需 會很繁忙 大宇人你說得對 其實我用另一角度再去看看這件事 我反而有一個這樣的體會 就是在我們自己國家的這一套會計制度 還有國外這些Big Four 他們一般用的會計制度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分別 但其中一個分別 我反而覺得是令我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對於一些小股東 在機構裡面投資的小股東 他們的一些股權投資 其實如果用我們中國制度去看的話 它是保障這些小投資者 是遠遠多過美國的 在美國的制度 它是看成是一個Liability 是一個負擔 那你想一下為什麼它會這樣去看呢 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你看一下美國現時的貧富元素情況 的確它整套制度 某程度上就是非常收下 那如果我們作為一個要再崛起的大國 我們人數遠遠多過它 我們的散戶 我們的小投資者 肯定遠遠遠多過它們的話 而我們也不想走上美國這一條 這樣肥上修下的路 其實換上我們國家的會計制度 取而代之不再用Big Four 其實不是沒有道理的 講開又講 我的朋友都跟我分享 在Big Four裡面做會計師 他們經常都要捱東西 很傷肝的 但是喝酒就傷肝 做會計師就傷肝 那當然是喝酒了 喝杯好過 下星期就和大家 世界市民說不關香港市 有限公司 請問謝謝 好嗎 請問我 請問我們 會答應 請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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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